色彩魔幻项目从每个人的童年记忆汲取灵感 选择了以龙蛇灯云、灵舞、拔河、蒙眼抓羊等越南民间游戏为主题的古航民间绘画元素来制作灯笼 不仅在灯笼上 我还在宝石和陶瓷画上看到了古形民间绘画的元素 我认为民间形象是越南文化的独特之处 而这样的活动是我们重新思考过去古人如何把玩艺术的一种方式 来到记忆色彩系列活动框架内的橱纸灯笼手工制作体验活动 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们可以参与座谈会 聆听工匠们讲述许多美术民间故事 以及了解传统绘画制作工艺 特别年轻人还可以亲手制作别具一格的橱纸灯笼 在工匠的引导下进行印制 上色或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创作 这项活动对我这样的高中生来说非常有意义 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民族文化之美 我真的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 为保护民间文化的精髓做出贡献 除止灯笼手工制作体验活动的目的是 将古航民间绘画的典型图案应用到日常用品上 从而为保护和弘扬河内的这种著名民间画做出贡献 我们得到了民间文化爱好者 尤其是年轻人的积极反馈 因为参与这项活动 他们不仅可以画画 还可以制作出来具有实用性的产品 不是观看和欣赏灯笼的美丽 而是在灯笼上手绘 着色和完成绘画过程 让参与者更好地理解美幅画的意义和文化精髓 色彩模范项目的除止作画 除止灯笼手工制作体验活动 于每周日举行 并将延长至9月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